美国经济可能有三个剧本会发展 而且大家都看他的脸色 就是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 他的一句话可能影响整个全球的经济 我们就看到是他有分析到有三个剧本 就第一个是关于这个快速的升息 是可以抑制通膨的 而中国大陆可以开始不要封城 然后不要锻炼 而且俄乌战争可以结束 那美国的通膨开始有下降 达到这个联准会的标准 那这是最好的情节啦 听起来很梦幻 但是好像大家可以有信心 但是可能不要太大的期待 因为光是战争这件事情 能不能够结束都很难说了 那第二个关于就是薪资会调长 美国软着陆是什么情形呢 其实大部分的分析是他们都比较悲观 但实际上没有 就是会觉得说经济的衰退的程度 不会像是大家所预期的这么严重 好那就是当然我们 这个中国大陆清不清零 这件事情可能在10月以前 无法有一个完结啦 但他们有一个条件是说 如果维持动态性 那还可以维持刺激他们的财政的 这个金钱的流动 来维持他们其他的工厂 不要锻炼等等 就是会可以维持世界的供给 再来就是无二战争的部分 虽然战争延长但是粮食还有能源都供给稳定 因为我们知道俄罗斯是这个供应能源的大国 那乌克兰斯是欧洲的粮仓 所以假设这两个前提都可以完成的话 那还有介绍这个联准会升息叫什么 建好就收 不要升太多 对与通膨共存刚好就好 就是真的真的不要超过的话 他们有算出通膨率大概可以维持在3%到5% 那GDP还可以维持在0到1之间 就还是有正成长的 至少不要衰退 哦 这是个听起来好像目前比较有可惜的方案 因为其实中国确实突然坚持要动态清零 但是他们政府也不断推出一些政策来刺激 他们的消费啊民生的一些稳定 像发生消费券等等的都还是在进行当中的 那战争虽然继续但是确实有可能透过外交斡旋的那种方式 维持这些正常的供应 这个听起来是比较有可能发生的 对那再来是很惨的就是陷入衰退的经济了 就是动态清零持续 而且还到封城 甚至冲击到这个经济的部分 也是很严重 再来就是欧这个恶物战争持续 那欧洲会禁运能源之外 这个欧元区的经济也是影响到蛮大的 还有是美国的联准会会在升息 那这是目前就是预估到这个全球经济发展 是一个比较惨 可能造成全球经济都大衰退的一个第三个剧本 然后关于美国这个是否会升息呢 因为之前美国这个美股大跌 因为通膨创下这个新高纪录 所以呢大预估说可能会在升息 那这位鲍尔就是说呢 他没有说过要升两码 但是也乐界这个市场会有提前的反应 怎么很像在警告大家 对就是一个我没有这么讲哦 你们去自己预估 揣测一下 对对对 测试风向 对那因为美国他们 虽然之前我们都预估说 到底这个升息会连几声来进行嘛 那实际上这个鲍尔他的这个状况是 前联准会主席也是认为他 其实在做升息这件事情的时候 有点偏向树篮的一个行为 就是我们看过那个动画片嘛 树篮都是怎么样 就是按一个按钮要按非常久 就是说他升息的速度太慢 所以才导致我们现在通膨的速度这么快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不幸的走到了 就是最坏的剧本 那么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 就像美国股市会出现熊市等等的 那是有些东西会可以表示大家可以好好来投资 比较能够保险的标的 我们先看到是这个物价的部分 这是原物料的价格 今年涨幅最凶的就是煤炭了 这跟天然气都是涨幅前两名的 那可能在开车的人会 或者是用一些家电的人会很有感觉 那再来是这个粮食的部分 小麦黄豆跟玉米 因为乌克兰是那粮食的小麦的出口大锅 然后现在印度又禁止小麦出口 所以其实全球的这个小麦黄豆玉米 其实是处于一个比较紧张的状况 所以可以布局这三个东西 因为未来可能会有大涨价的情绪 以及铁矿商也是有可能的 那专家说呢可以看好是像是金融股啊 还有是铁公鸡 就是铁路公路等基础建设的相关的类股 以及绿能网路通讯农粮股等等的 那这部分或许可以来做个参考 对啊 尤其是刚刚讲到这个铁公鸡是因为 如果在经济停息的状况下 那多数的政府会投入公共建设 对像是中国就这样他们很喜欢 对但当然 对所以所以就是说可以让他们 就是这个社会经济再卖动起来啦 那专家也是有建议说 现金跟投资的比重大概是4比6 但是还是提醒大家投资一定有风险 有赚有赔 一定要看好公开说明书 固定台词 我们看到是关于这个疫情之下 大家全球兴起的事 居家上班work from home 但是呢 现在这个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却要求员工回来 否则就走路是怎么回事 先看报道 随着疫情告一段落 越来越多企业硬性规定员工返回实体办公 就连特立独行的特斯拉老板马斯克也一声令下 叫员工回公司上班 要不然就走人 但是从通勤到外食 样样花费变得更贵 成为劳工不想实体办公的最大原因 美国汽油价格低频创新高 最新来到美加轮4.67块美元 让美国人每个月 光是在通勤的平均花费 就比疫情前多出35块美元 光是去年11月做的民调 就有64%的劳工表示 假如一周五天都要待在办公室 他们会另寻出路 因此在华盛顿州 已经有超过100名谷歌地图的约聘员工 发动联署拒绝返回办公室 顾家报长连带影响就业 让美国白宫这次喊出 以对抗通膨为优先 同样为通膨苦恼的欧洲 则祭出最新措施 就从民众的通勤费下手 德国政府宣布 6月1号起 只要花9欧元 不到台币300块买下这张月票 就能不限次数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预计将实行三个月 好 关于居家办公这件事情 其实台湾人应该算是在全球的比例上来看 台湾应该是居家办公比例比较少的 对 因为像很多工作没有办法居家办公 像韵文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居家办公 对 因为像我们如果是要做新闻 会比较麻烦一点点 因为我就有过在隔离饭店的时候 视讯连线 但是你平常要做新闻 要看外店什么的居家办公 这个平台先建立好 然后像我们如果主持播报的话 这不可能居家办公啊 对对对 因为就是一定要 像我们这样要进棚嘛 那因为我本身我是网络新闻记者 我也没有真的居家办公 对 我是有去前往各个记者会现场的 就是希望讲完没有误会说 我都要带在家 没有没有这件事 但是在去年这个 这个本土疫情大爆发的时候 确实有一段时间 是完全没有记者会可以参加 只有一个记者会 就是智慧中心的记者会 所以那时候就真的是居家办公啦 但是居家办公当然有很多好处跟坏处 都是大家在所争论的 台湾人比较少这样做 但其实像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美国的这个比例 他们在2019年的时候 其实就有7%的员工 是在进行居家办公的 然后疫情开始之后提升到将近三成 然后到去年的时候 可能疫情上面好一点点 再稍微下降到22% 居家办公对于员工的好处是什么 如果我今天完之 他的工作就是做行政职 等等之类的 那他的好处就是 我9点上班 我就9点在家里打卡 省下通勤时间 还有化妆的时间 所以现在疫情结束了 我们要把这些员工 邀请回来办公室来上班 是一件多困难的事情 像是联准会 他们就有进行一个统计 说有45%的员工 说如果公司要强迫我 回到公司来上班的话 我可能就要考虑来换工作 来找一份新的工作 就是想要找个比较可以有同样福利的工作 或者是薪水更高的工作 对因为我原本省下的时间 现在又变高 等于我上班的成本 原本可能只要8小时 但因为通勤的关系 变成10个小时或12个小时 对那另外还有42%的民众会觉得说 呃那如果要这样子的话 如果你还要动涨薪资 那我就更要离职 所以大部分的人会觉得 居家办公算是一个福利 一个加分 因为真的很方便的对 对就是对于这些人来说 那而且这个福利呢 对他们来 就省下的这个时间成本 可能对他们换转来讲 可能就算是加薪8% 这其实是一个蛮高的幅度 对 对那所以现在 在美国他们有85%的 这个科技业 他们现在是进行居家办公 或者是混合式的办公 就是你可以选择 你要不要居家 或者是几天进公司 几天在家里进行 那像是这Airbnb的执行长 那他就有说 其实像是过往矽谷的 呃科技新创公司 其实会给很多办公室 不一样的翻转嘛 我们的大部分办公室 都有OA隔板 就把它隔起来 有很多的隔间 大家都看不到里面在干嘛 但是新创公司 他们开始有打破这道墙 然后开创一个开放式的办公室 那从此之后 其实像是这样的办公室 形态也也这个流行在外面 所以他认为说 新创公司维持 让大家在居家办公的这个形态 他觉得可能在十年后 这样子让大家远距 或者是弹性 要不要进公司这件事情 反而会成为大家的一个主流 对 有可能对 那如果假设韵文 今天就是你平常去居家办公 有一天突然要求你来了 会不会想要跟老板来争取权益 就是希望看能不能折衷一下 混合式 OK 因为毕竟你进公司 你会有一些可能跟同事 互动的一些交流的好处等等的 但是你确实尝过居家办公人 可能真的很难回去 因为我有朋友啊 他的工作室比较 就是可以居家办公形态 他就有去泰国去巴厘岛去住了好几个月 就是他不用进公司 然后他就去巴厘岛啊 去泰国等些岛屿跳岛旅行 就是旅居海外 旅居很多岛屿 游牧民族的感觉 对 他那种很棒的形式 他就是只要有电脑 有网络就可以工作了 对 就是做了很多 Airbnb的这种就是公寓啊 然后体验当地的生活 但他一样可以工作 我觉得超棒的耶 对 所以其实很多员工内心所想的是 今天既然我不在公司 但我仍然可以完成我的工作 完成我的KPI 那我究竟为什么需要回到办公室呢 对 而且有很多人可能太久没有进办公室 会不太知道怎么跟同事相处 有可能 或者是就有点小小的障碍 或者是有些人就觉得 跟同事相处比较困扰 所以这个跟老板之间的这个嫌隙 就会比较大 但是有些工作嘛 像是可能像是医院的员工 跟修车厂的员工 餐业的员工 他本身就是不能居家办公的职业 所以英国工会人员也会认为说 能不能居家办公的这个职业 会造成说 这变成一个新的阶级鸿沟 因为他们统计来看 就是像是年薪4万英镑以上的 他们有23%现在还在进居家办公 但年薪只有1.5万英镑的 他们只有6%居家 然后只有8%来进行合适的办公 所以就是显然似乎高薪者比较容易可以尝到这样子的甜 对 劳工比较辛苦 还是得回到工作场合去工作 那马斯克他的这封信又是怎么回事呢 对 但是要先讲 因为这封信有可能是不小心寄出去 不误传 可能是他在用一个严厉的词汇 在跟人事的同事在通知这件事的时候 总之呢 他就是不希望大家再进行居家办公了 就是不要再远距工作 他必须进入各地的特斯拉的办公室 除非你能完成一个条件 叫做每周亲自进公司40个小时 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bug 因为一周工作5天 你要进公司40个小时 等于你一天要进去8个小时 那等于就在公司就好了 对啊 对啊 我一到五在公司 除非我可以礼拜一礼拜二在公司20个小时 是个过劳的吧 就是加班over了 对 所以他可能会认为说 那些人可能就是假装在其他的地方 假装在工作 有一些偷懒的情形 对 因为那部分的老板可能会觉得说 我看不到你 我就没有办法使用你的每一分钟的上班时间 好 那再看到的是 现在因为美国经济在可能会有后退的危机 所以呢 专家认为说 把员工照回来确实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可以提高员工的生产力 那像是你刚刚提到马斯克啊 他的这个对手福特汽车 好像也是有一些 就是关于这部分的政策 对不对 对 特斯拉的电动车已经出现很多年了 就是这个普及率也是比较高 但是各个车厂现在也都有推出电动车 所以现在反而导致特斯拉自己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对 所以说 尤其是马斯克会觉得 如果我们透过视讯 不管用什么样的软体 可能会有一些 就是我们在视讯会议的时候 可能没有办法全神贯注的脑力激荡 而这不定每个人不一样 所以就会可能会拖垮他们的创新的速度 所以这个教授就会认为说 短期内把他们叫回来上班 可能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来让他们就可以比较更专心的来进行这件事情 那除此之外 他也认为说马斯克这样的行为 可能有一个筛选的作用 我可以透过一道人事命令 邀请大家回来上班 如果你不回来的话 我可能就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听话的员工 就可能请他回家吃自己等等之类的 的一种方式 但是他也还是有给出一些建议 如果真的要把员工照回来上班 最好的方式呢 还是来提供一些流财的一些条件 对 像是更加高的薪水 然后是股票分口 或是更好的工作条件等等 而这些就是疫情之后 现在美国要拼经济的 未来新的发展的模式啦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试炸